在今天全世界的范围内 我们还能找到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吗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那样一个地方 官员爱护子民 子民奉公守法 父母慈爱子女 子女孝敬有爱 朋友之间讲究忠信仁厚 夫妻之间夫长夫随 我们还记得中国的古语讲 路不时宜夜不庇护 在那样一个地方 民风淳朴厚道 一切都是和顺自然的 现在真的还会有那样的净土吗 我们欢迎您到中国安徽省 卢江县的汤池镇去看一看 看看那里是不是这样一个地方 尊敬的老法师 我们继续向您请教 我去过安徽汤池两次参观学习 那是一个特别让人振奋 充满希望的一个地方 非常令人感动 那么现在呢 就是很多人都想问 因为这是您树立的样板 您亲手倡导给它建立起来的 您最终希望把它建成一个什么样子 我们没有这种希望 长远的希望 这种事情 也可以说是被逼出来的 被迫的 为什么呢 我参加五次联合国的和平会议 参加三次国际上的论坛 会议之后 当然那都是 真的是名流学者专家 做出的报告 最后总结的结论 我看到每个人都在那叹气 为什么呢 做不到 你说这些会议的结论 交给联合国 联合国分发 每个国家 哪一个国家会采纳 会能够把它落实去做办 这些人是信心危机 那要再把它信心建立起来 唯一的办法 就是做一个样板 原先在美国找 最早是在美国找 这语言不成熟 所以到新加坡找的时候 新加坡的语言也不成熟 没有地 然后到澳洲 本来我看中这个小城 图文巴这个小城 一名八万人 我跟市长谈这个 跟大学校长谈这个 大家都很欢喜 都赞成 不信就发死 我们这个小城里面 信仰宗教的 只有百分之二十 不信宗教的 占百分之八十 还有少数极端排斥宗教的 所以我们在那做得很辛苦 可以立足 没办法发展 所以前几年呢 回到老家 去看看我们乡亲父老 我就谈到这种事情 家乡父老们就说 我们愿意干 我们大家来干 这样都在鼓起来的 我说好 既然大家有意思干 我们就在那里落实 就选择汤池小镇 这个小镇是我们村长 这个这个这个 四万八千居民 所以我就想 我说我们好好地来做 把这个小镇当做一个样板 当做一个试点 把弟子归在这儿落实 那怎么教呢 那先要找一批老师 老师我们在网络上征求 报名有三百多人 我们录取三十个人 这三十个人到现在 这个杨老师告诉我 有十五个人成交了 有十五个人 真正的走 深陷的道 就是十五个很像孔子的人 对对对 我在那里告诉这些老师 我说我们要学孔子 要做现代的孔子 要做现代的孟子 要做今天的释迦牟尼佛 我说我们要做到 要学到 要做到 如果不是这样做法的 你不能读自己 也不能教 然后我们就开办 把他们分发到各个乡村 每一个村 每一个家庭里面去教 这就开始教学了 对对 开始教学 那在最初他们还不知道了 这个还不太愿意接受 我们的老师见人都是九十度去勾力 恭恭敬敬 沉沉恳恳 把当地居民干部 我们的老师每一天排着队 到马路上捡了手 捡了一个星期 当地居民不好意思丢了手 你主动地做个人要看 居然还有一个妇女 告诉我们的老师 我家的厕所 能不能给我去洗一洗 很脏 我们两个老师 天哪赶快就去 就像对我 伺候父母一样 感动了全都 给人家刷厕所 对是 你叫我呢 我们服务 我们就服务到家 无条件的 当地的居民问这些老师说 你们这样做是为什么呢 到我们家来 给我行礼 来教我们这些 你们有什么企图呢 他们当时很少问 地方一些 有些人是来问我 有什么企图 有什么目的 我就告诉他们 我说我是有企图 是有目的 企图目的是什么呢 告诉全世界的人 人民是可以教得好 我说我们的目的 希望你们做个好人 希望你们一生 得到幸福美满 父慈子孝 兄弟侯母 邻居 互租 合作 这个社会好不好 大家接受 我说我们这些 这个做法的事 我跟杨老师想 我们做三年 做三年 三年 带上轨道了 这不是我们干的事情 这个事情 是地方政府干的事情 但是我知道您 好像是有这个资金 投到了那个地方 盖起了很高的大楼 那么这些大楼将来要捐掉吗 全部捐掉 都送给地方 所以一切都是地方的 都是人民的 我们三年之后 我们离开 一分钱不拿走 一样东西不拿走 为什么呢 这就是告诉你 这个叫真正为人民佛 那我们是个出家人 出家人的本分事情 就是讲经说法 我还是讲我的经历 这个事情 就是带头起来 你们知道 这是好事 应该要做的 全部交给你们以后好好做去 您说的这个你们以后好好做去 这个你们指的是 当地政府 当地的人民 你们既然好好做 希望说 其他的这个乡镇 都来学习 都来模仿 再慢慢扩大 这个权限 能够做到离异之宝 活泄社会 一个线做好了 会影响别的 因为镇和镇之间 是可以模仿的 不错不错不错 就很快的 那现在做得还不错 许多灵神多的参观 灵现的就更多了 所以现在访问的人 是每天穿留不息 所以是一桩好事情 那将来那些老师呢 去什么地方 培养出来的老师 培养老师的 他们可以留在那里教 也可以留在那 对啊 你们政府可以用它吧 我走的时候 只是我们三个 带头的人走 其他的你们都可以留 我知道安徽炉江 那些老师的培养 是非常严格的制度限制 不允许随便的乱走 也不允许有手机 或者是谈恋爱也不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 需要极大的牺牲奉献 也不错不错 有没有钱可挣 没有钱 那么将来 可是你的生活的时候 我会照顾 衣食住行 我都照顾 我们看到了 生活得很好 将来这些老师里头 有最优秀的 希望在向上提升的 我帮助他 我是希望培养如三十个 道十个 佛十个 五十个人 圣年不出门 好好在学圣 您计划这五十个人 十年之后培养出来 然后让他们 然后他们可以在 可以就教学了 那各个都是顶尖专家了 现在全世界 研究汉学的 这些老师 有八万多人 有不少的学校 那么说一个学习 这个老师 带十个人来算吧 那就有八十万 全世界的学习就八十万 这是最好的老师 没有不受人欢迎 只要到一个地方讲了 这不需要 因为我们天天 都在网络上讲 而且我们所录下的东西 都可以透过卫星去创布 那就世界之名 一说是我们这里 接业了 可以出去了 我相信很多学校 真正要拼起 这五十个老师 是如是道三家 如是道三家 不靠他们来拯救这个世界 那不是 我们谈不上拯救 总是不种啊 靠他们来不种 假如一个省长 向您请教 汤池太好了 我们参观过 从老百姓到官员 我们也想做 那么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需要投入多少呢 最重要的是老师 今天说财力 或者其他的都容易办到 老师最难找啊 现在真的是有人找我 山东找我 山东省 德州 这个庆允 非常热心 来找我 那我们想的是 我们没有能力 没有办法分身 我们只有这十几个老师 如果一分散了 力量就薄弱了 就做不出沉寂出来 必须在一点 很小的一点 人力财力物力集中 做成一个很好的典范 这才能产生影响 所以他们来访问 我也很诚恳地告诉他们 不要着急 慢慢等待 我们不断地在培养老师 我们再能够培养 十几二十个老师 就可以分结合过去 所以私资是最重要的 可是这个老师 也很不容易得到 真正发心 学籍为人 您想想啊 十年不让出那个 对 而且家里面还要谅解 我们这些老师 这家里面都不知道 说这小孩都神经不正常了 到底搞些什么 到汤匙来看 看到之后啊 都深呼唤细心 对 就放心 让他们去做 因为我们对这些老师们 不可以离开中心 不可以回家 过年过节都不能回家 你的家里人 可以到中心来看你 我们招待 我们有两栋公寓 大概有三十多个单位 专门招待老师的建树 所以他们来了 有小公寓给他住 让他参加听口 让他了解 我们在这做些什么 了解之后 都算唤细心 回去了 这都放心了 我见过这些老师们 都是三十左右岁的年轻人 十年不让离开 唯一的一个信念 就是要培养好人 对 他这个为什么要求生年 生年他知道了 生年不离开 他心是定 只有定 才能受教 你一般人 学不成功 心浮气躁 再好的老师 再好的学习环境 他都笑不出来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心要定下来 我做记者十多年了 去过很多地方 那个地方的人 被教化之后的人 让我特别感动 为什么呢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中国的老百姓 那么懂礼貌 大家都是五九十度的鞠躬 在现场很多人掉眼泪 从来没见到过 我知道很多代表团 到汤池去参观访问 他们就会 他们就会提这样的问题 就是这些老师 别的什么都不需要 然后就经过几个月的教化 老百姓 就能变成这样吗 从事与教育工作 一定有个基本的理念 那就是要肯定 人心本善 人之初心本善 这个三字经前面 就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性相近 习相远 本性是很接近的 都是善良的 但是习惯了 把它疏远掉 因为这么一个事实 所以教育就很重要 狗不教心乃千 中国教育是从这里 兴起来的 那你由此可知 人 这个大众 决定是 尽诛者赤 尽默者黑 所以梦无三千 就这么个道理 他要是接触到善的 这个教育 他马上就学善 就学好 他教到不善的 他立刻就变坏了 这两种对比之下 就清清楚楚 你看我们这用 古时候伦理道德的教育 他就变好 那在什么 现在这个网络网疤的教育 他就变坏了 就看你怎么教嘛 本性 是决定是善的 这个一定要肯定 所以说是 把不善 教他 回归到善 这就教育 在那待两天 小孩 冲你鞠躬 你肯定要鞠躬 所以我们 鞠几天躬 有一个切身的体会 经常鞠躬的人 不好意思跟别人发脾气 这个教育的体会 参观者感受是最深的 那么这种方法 您觉得在全国各地 不管是城乡 还是大都市 都可以推广 可以 那么有的人 就会提这个问题 中国大都市为主 那是经济的主体 那么一个汤匙镇 很偏远 四万多人 一个小镇 改起来容易 还是农村 它对于全国 乃至全世界的那些 不同信仰 不同族群 不同文化的 不同经济程度的地区 有多大的示范意义呢 就是要有机会介绍出去 今年十月 联合客办一个活动 还邀请我做主办单位 而且最后 我在讲 我有个主题讲演 一个小时 我讲演最后 就是诚诚恳恳 邀请全世界 这一百九十 一个九十二个国家 都能有机会 到汤匙来参观 指教 那他们也来参观 指教 我们的歧途目的 就达到了 我们就可以退休了 我知道 Most Venerable Professor Shi Jingkun President of the Pure Land Learning College from Australia 中国五千年 你说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多的族群 能够长时间维系住 活动相处 平等对待 许多专家学者 认为这是经济 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人为什么做到 所以我们就想到 中国古人的方法 不适用开会 也不是用镇压 也不是用报复 用教学 半半教学 这个方法成功了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在中国找一个小镇 做一个试验 没有想到 这个试验 不乎我意料之外的成功 我常讲开会不能结局 达不到问题 那么你这个报复 镇压 达不到问题 只有增加仇恨 这个能解决 所以我们做一个示范 做个表演 给你看 我要不这样做出来 我向大会提出报告 发思 这是你的理想 做不到 所以干这个干什么呢 就是为了做出来 给大家看 可以做得到的 这也就是兑现了他们所说的中国孔孟修舍大乘伯法 可以解决21世纪的这些复杂问题 有人提这样的建议 说最应该来参观的 实际上还是中国的官员 首先第一 中国有13亿多人口 如果能够把这些人口全部都解决了和谐的问题 那么就给整个世界做出了一个极大的贡献 对 那真的是领导全世界 那么您是不是建议全国的这些官员们 我建议谁听我的建议 还有 这个建议我们有这个渠道 我跟外国的国家领导人见面很容易 今天这个节目就是一个很好的渠道 您打算对这些父母官们说什么呢 如果他们来找我 我会把这些理念方法介绍给他们 但是我想呢 这个巴黎这次活动 肯定会产生一些影响 因为世界重视 往往我们国家官员才重视 世界不重视 我们国家官员好像是无动于衷 总是要靠全 靠世界来带动 这里是系列公益节目 和谐拯救危机 在这个汤匙啊 当地政府是十分的支持和配合 但是呢 我注意到一个问题 在建设这个和谐社会样板的过程中呢 几乎没有依靠政府的财力 人力物力啊 很少 没有 那么请问您是有意的回避呢 还是并不需要 不是的 这是国家的政策 我们向国家申请 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给我们的批这个批文 第一个是不支持 第二个是不反对 第三个是不干事 所以他们不支持 这是真确的 地方官员不支持我们 这是遵守国家的这个命令 他们是好官员 我们做得很辛苦 可是我们做成功之后 我们通通奉献 国家地方都知道了 我们是一无所求 既不求名也不求利 所做的全部奉献 如果第二个地方找我们做 我们还有这个精神能力的话 王祖特做就容易了 前面一个榜样在 这些人是不要钱的 不要名 不要利的 是来做牺牲奉献的 第二个第三个就非常好做 凡事起头难了 起头人不相信你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人啊 谁有这么多钱砸了的时候就这么丢掉了 还要受这么多辛苦 受这么多气 那么如果说在三年之后 这些创办人离开了那个地方 您预测当地的政府会怎么来 我不预测 凡事不要有希望就不会有奢望 你要有个希望 你后来肯定奢望 所以这个事情做了 心地干干净净 等于没有做 那您到汤池来建这个样板 也不是抱着希望来的 不是 就是告诉全世界 告诉这个中国人 中国老祖宗东西有效 你们要记住 好好去用 我的目的 其头就是此地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如果说真的有官员非常恳切的 打算做这件事情 而且也得到了这个政令允许 那么他们要来请教您这个问题 来领导建设这个样板的人 是不是得有非常深厚的儒学 或者是佛学的根底 当然这个是需要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真诚心 没有私心 如果有私心 夹杂着明文里会变质 如果说找来了一个大儒 或者是一个大的佛家的人士 如果他有私心也办不好 也是一样的 最举效率 想在自己的这个管辖区内 建设汤匙那样样板城市的 样板地方的官员们 第一个榜样 是不是就是汤匙的那些老师们 对 是的 我要求老师不能够 不分之不落实地之规 你们就没办法叫好 叫好 人家不相信 如果将来有机会在中国的大城市 中型的都市 来办这样的样板 您会去做吗 会去做 可以 就决定是能够做得好的 你比如像这个北京市的时候 一个小区 区里面的一个小区 你才能做出成绩 因为太大了 这个老师负担不了 一点从很小的去 甚至于是一栋大楼 这个大楼里面也住几十家 每一家都叫好的时候 那就非常口感 道理很简单 就是太学老师 对 很简单 我知道您将来找机会呢 可能还要再见到美国的布什总统 他也一直有很多问题要请教您 那么当他问您 说您的老家安徽庐江啊 建立了一个和谐社会的样板 我听说还有一百多个国家的领导 和代表团去参观 您会不会告诉他 我原来是准备把它办在美国的 对 我会告诉他 对 为什么会第一个想到在美国办呢 我那是住美国 我住在大拉斯 住德州 他那个时候是德州州长 在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想法 对 不错不错 在那个时候我就想试验团结宗教 那么来参观学习的美国代表团的官员 向您问这个问题 说我们在美国怎么推行地字规呢 还是要从培训老师做起 要从这个真正有认识 有这个认识 然后才能教 当然了我们要做的话 还是先在华人社区 好做 做出了之后会产生影响 汤匙啊 这是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 像一个预言一样的 在给现代人讲一个真理 真实的含义啊 不是说每个城市都要按照这个去做 没错 至于说怎么做 需要当地人的智慧 但是这个真理是要告诉人们什么呢 儒家的教育一定能够诞生和谐 一定能够化解纠纷 只要大家有信心有怨心 我们的道路没有错 就是告诉大家这么一个信心 对 我们的本意就是如此 我们大家能够认识中国 古圣鲜鲜鲜 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理论 方法 教诲 是真实的 是超越时空的 就是不受时间限制 不受空间限制 这就是说是真理 几千年前是正确的 今天还是正确的 再往后几千年还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 它不是一种发明 不是一种创造 它是新鲜信的 是自然的规律 这就是说是道 道是永恒不变的 我们好好地学习 自己身受其用 你这些生活得有价值 有意义 快乐无比 佛法将得利苦得落 我们又能够把我们自己 所修 所学 所得到的受用 跟一切大众分享 这是多么快乐的一种事情 有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最后还有很多观众非常希望您能够把您的最深的想法再跟大家有一个交流 今天整个世界社会的复杂动乱确实像很多人所讲的已经令人非常厌烦了 也就是到了很严重的局面 要恢复整个社会秩序的正常化 必须从根本学起 这许多人着重于金 高深的那是其次再其次 好像盖房子一样 我们必须从地基做起 这三个基础这是打地基 地基打好之后再盖一层 再盖二层 再盖三层 逐渐往上去盖出去 就盖得成功了 没有说是不要地基 你能改成大楼 没这个道理 所以今天学术界里面有很多毕生在这里研究 提出很多高深的论文 但是与社会也无谱 毕生在那里 疏忽了地基 它盖得了大楼 变成了空中楼库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老老实实的 踏踏实实的 从根本做起 从五心做起 不能从别人 不可以要求别人 要求别人 你肯定一生会落空 要从自己本身做起 才真正是充实大事 把我们的不善的念头转变过来 不善的思想转变过来 不善的行为转变过来 那个离谱的落 你才真正体会到那个落子 否则这个落子是一个空洞的幻想 你无法体会那个里面的落去 体会一定从事件当中 你才尝到这个滋味 佛家家的范围 就一定认真做 自己做好了 一定带动一家 有一家的 你会带动你的家属 会带动你的亲戚朋友 他都会羡慕你 多会向你学习 效果 立刻就能兑现 第一个什么 相貌改变 向随心转啊 你的心底慈悲清净 念念都是礼人 你的相貌慈祥 那么现在外国人讲瓷场 你的瓷场会活胜 你住在这个地方 人家进来的时候就感觉到你家的这个瓷场非常好 我们中国人家气氛 你的气氛好 有安全感 让人进入这个场 场里面就能心平消火 他就有感受 那你修养的功夫越高 让人感受就越显著 就越明显 你会首先你会影响就是感化一家 有一家你就会感化你的邻居 你瓷场能够往外复尸 你会感化你周边的这些邻居 那么有一个地区慢慢就扩大 所以修身自然就起家 起家自然就治苦 不一定要有地位 没有地位也能够影响社会的安全 也能够影响人心相善 人人都是善心善心 这个国家不就大致了吗 对未来您充满信心吗 对我充满信心 虽然外国许许多多 这些预言家都讲世界末日 但是佛法里面讲的世界是有灾难不是末日 佛的法运往后还有九千年 那怎么会运成末日呢 这个问题 我过去请教过我的老师 张家大师 我说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前途 张家大师有 但是会有起有落 就是这个这个有起落 但是不会有 不会是有世界毁灵 不可能 那么我也曾经请教过我的老师 黎炳南老去死 我们国家还有没有前途 这是我提出来问他 我是这样提 我是中国 从清朝 万年 可以说是 慈禧太后之争 过运就衰了 受尽了侮辱 受尽了苦难 我说我想在全世界来说 全世界人民都享福 中国遭罪业 应该是把过去的罪业 统统都化解掉了 将来一定有好日子过 老师坐着一盘 对 中国一定有前途 这个我们要有信心 中国前途在哪里呢 在辱世道 连外国人都看清楚了 我们能够不信吗 所以今天我们的关键 就在信心 我们如果对 五千年传统的这个 这个伦理道德的教诲 能够有信心 那中国一定是领导世界 如果没有信心呢 那还要受一段罪 还有一段苦难 完全自己决定 完全自己决定 这个系列节目 录制时间很长啊 因为我们知道 您每天都有四个小时的 讲经时间 您在这拍了这么长时间呢 第一我们耽误了 您讲经说法时间 也耽误很多众生啊 来听法的这个时间 所以我们在这呢 既表示歉意又表示感谢 在节目最后呢 我代表观众向老法师行礼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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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小时也是讲究 也没有中断 哈哈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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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